世界各地都有Outlet 各國的Outlet 著名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沒錯 我先來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在寫部落格 我就是很喜歡賣東西 然後寫到 在歐洲有一個Outlet集團 那個Outlet集團連續兩年 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 就是媒體參訪 名人參訪 所以我去年的9月也是剛回來 就收集了8家歐洲的Outlet 那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我覺得有幾家是你一定要逛的 例如你到法國的時候 很多人會去 一定要衝法國迪士尼 而這間Outlet就在迪士尼的旁邊 所以你可以去迪士尼 玩一玩之後 或者是先去Outlet買 買完放寄物櫃再去迪士尼 你可以把這兩個景點綁在一起 然後或者是你到英國 這一間Outlet是一定要買的 它從倫敦市區坐地鐵進去 那是在牛津區 大概只要40分鐘 然後非常的大 裡面除了香奈爾跟LV Hermes沒有之外 所有的名牌都有 就在英國的這間 比斯特Outlet 還有這邊寫一個品牌工廠 是什麼意思 因為英國就是產Burberry Burberry的工廠就在這個牛津區 就在這一間Outlet的附近 所以你去了之後 你也可以一起到那一間工廠 去掃貨 然後再來 就是這是我今年 去年去過的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覺得最好買的Outlet 它就是價差最低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少台灣人喜歡去德國 就你到德國 你真的是看不到什麼觀光客 所以這間Outlet 也許就是因為 它都沒有什麼觀光客 都是在地人進去買 所以它折扣非常的敢下沙 就在慕尼黑 從市區過去 大概車程一個小時 一般真的不會選擇那一名 我就是不會想要去德國 但是我就覺得 越少人去越少觀光客的地方 當然價差就越大 再來還有一家 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觀光客比較少的 就是在比利時的 布魯塞爾這間Outlet 這間Outlet也是非常敢下沙 因為你知道我們Outlet 會有所謂的折上折 尤其歐洲人 像我們可能到日本Outlet 它會因為聖誕節 跟你說買三件打九折 可是你知道歐洲Outlet 它沒有在廢話的 比如說不活節 或者是感恩節這種的 它直接就跟你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活節 所以你全店 你只要再買結帳金額 再打七折 所以就很扯的是 它的定價已經是 可能台灣的三折了 你又再打七折 所以你看 它什麼黑色星期五 什麼那種 對 也會因為那樣子 就會給你一個折上折 我還有聽說過 就是他們就是折上折之後 再說現場你結帳的時候 什麼加入會員再九折 真的是瘋狂的狂折這樣 我很多朋友是買到就瘋掉這樣子 是真的瘋掉了 真的瘋掉 它就是一期要讓你 不知道自己在簽什麼 對 就是一期要讓你 鼓勵你越買越多這樣 對 把你的就是口袋裡面的 現金全部或者是卡全部刷爆 你看這就是我上次去的時候 你一次去全部這樣 就是你懂嗎 你真的不買對不起自己 你老公看到這場面翻臉 他老公應該直接就是 把那板子給劈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呢 然後就休息啦 真的 對 就是真的 你真的是非常的好買 你什麼都想要買 因為價差都非常大 再來我要跟大家說 剛才不是說德國澳門嗎 到德國很多人不知道 要買什麼品牌 因為德國就是老佛爺 很多人說香奈兒設計師老佛爺 他是不是到法國買比較便宜 我告訴你 老佛爺是德國人 所以你到德國去買老佛爺 好可愛喔 就是會非常非常的便宜 像這頂 因為老佛爺他有養一隻貓咪嘛 所以你看得到很多貓咪的 好可愛喔 有沒有 它的貓咪的Logo的相關的 就是商品 像這一頂算下來 大概才500塊台幣的 新的 對 新的... 它是新的啦 500 500塊台幣 然後再來 好誇張喔 你看就是這邊還有這種 就是我也買到了 這一條也大概是 2000多的台幣 真的喔 很可愛 有一些韓國的圍巾都不只兩隻 對啊 收購了 然後呢 圍巾還好 我看它有塵滿 一般這種 我這一家會亂丟你知道 越弄越癢 然後在那個德國Outlet 我覺得非常讚的是 因為慕尼黑的這間Outlet 德國有兩間Outlet 一間在法蘭克福 一間在慕尼黑 那我覺得慕尼黑 非常的好買 是它裡面有Gucci 我就帶來了這一個Gucci的包 在圖片裡面 你有看到我有 這是後背包嗎 對 後背包 就是台灣這個基本款 因為你知道很多Outlet 都是一些剉州的 就是賣不掉的會進Outlet 可是他們竟然有這種 很基本的基本款 你看照片裡面就有基本款 還有這雙鞋 賴維如他有買 結果已經進到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他除了增高店 他應該都會買 對 你就是那種概念是不是 不是 他真的有買了 他那時候好像買3萬台幣吧 我告訴維如 他現在變3千台幣 天啊 天啊 你是壞朋友 他真的會生氣的 真的耶 就你買了一個 後來聽到這種價錢 對 真的會生氣的 其實會耶 你如果是原價在台灣的 譬如說精品店買 對 然後你去國外Outlet 看到同樣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是火燒到這邊 然後就會去怒買別的東西 怒買 對 然後我們來平衡一下 補回來 這個包它是基本款 因為基本款要進來Outlet 就非常的難了 因為太熱銷了 對 台灣大概是4萬5台幣 大家不知道猜多少錢 4萬5的話 4萬5 原價4萬 1萬2 直接打7折 1萬 7折 2萬5 2萬5 合理對不對 對 這個包我是在德國的Outlet買的 它才1萬5 好飛 而且我現在講的都沒有退稅 上位退稅 退完稅更便宜 對 更便宜 Outlet還要再退稅 對 因為這種Logo的基本經典款卡 一般真的Outlet比較少 對 英國的Outlet我有去過 它裡面什麼東西最大間你知道嗎 Burberry最大間 沒錯 戰地最廣 然後你進去 而且是兩層樓 對 然後它 你怎麼會買到這種基本款的封衣 我跟你講 對 基本 我就是在你剛剛說的 英國那一間Outlet 好賣到你 你看 除了基本款之外 小尺寸也是多麼的難得 對 因為我們亞洲人去非常吃香 是小尺寸很好賣 都有 非常好賣 因為在德國大尺寸賣掉 然後因為剛才有說 因為就是要去英國買Burberry Burberry這一件 基本款封衣 台灣已經要賣到6萬塊了 但是我這一件 就是在你剛剛說的 英國的比斯特 我才買2萬不到 我那個時候去買了兩件大衣 不是這種封衣 我買兩件大衣 但我不知道他們原價多少 我去結帳兩件 加起來不到10萬塊 那天回去看原價嗎 就是台灣的 沒有 沒看原價 而且是非常好駝色大衣 如果是大衣的話就貴了 大衣就貴了 因為是毛泥的就貴了 如果喜歡時尚的話 這是必備的 對 一身必備的 一定要有一件 還有我身上的這一件 這一件皮衣其實是 比如說佑群老師 然後凱文老師 人手一件的 走在時尚尖端要認 對 或者是網紅們 大家都有 叫做Old Sense這個品牌 Old Sense台灣專櫃 一件皮衣就是要2萬出頭 你看它的皮 真的 該不會也是在英國那一件牌 我不是英國 這是在比利時 就是我強力覺得它最便宜 而且顏色好美 這個我當時在那邊看 它打下來 大概是 是不是就已經不用廢話了 各色全部賣了 1000多 5000多但是因為 這成本賣你了 復活節 它打7成 所以這一件就變成 天啊 很臭 當衛生衣在買了 對啊 真的復活了 對 真的 就是一定要買 而且是這種不退流行的 對啊 這個顏色也很癢 顏色也是就是螺色 真的 這個款式也不退流行 很棒 如果去歐洲的話 一定要去剛剛你講的那幾家 對 去賺一賺 這按機票錢的值得 真的 就拿來看 strengths的 按機票 然後 我們會給你 你 感谢观看